感谢观看,今天带来的是Robot魂Anime系列西谷 7920日元寒税 作为克鲁泽的作家,这款商品自然有超高的人气 但却放大了魂线 而且之前的金恩作为通贩可是跌得很惨 可以买三台这个了 我也很好奇这次能做到物超所值吗 盒子跟大多数魂线产品一样 没有开窗,没法看中间 然后是各种造型 内盒在Anime系列产品里不算多也不算少 配件量 刚好我有一本C的超全集 然后这上面有西谷的基设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基设相比 整个头做的明显是小了不少 然后再加上身体比例 我感觉也更加修长了一点 然后再加上C谷的大大的脑袋 就后面大大的像尾翼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上有一种胜败式单败因的一种修长感 我挺喜欢的 不知道这次的造型设计 你可以打几分呢 整个机体加上修长的翅膀和扎福特指挥军 指挥官机特有的这种灰色灰白配色 然后整体看起来高端了不少 就跟那个金银这种绿色的那种杂兵机 一下感觉就上来了 这次的造型设计我还是挺满意的 产品还附属了一个挂钩 可以用来挂载机箱 同时附属的大件也可以通过直接上面带了一个突起 然后直接就可以安装到上面 想要安装盾牌的话 需要把后面的遮羞零件给抠下来 再安装上去 有一个遮羞零件是远远比没有好的 至少能感觉到一点诚意吧 然后机箱还是个很另类的设计的 跟现实中有可能现实中原型的就是 枪也有一些就是弹夹是往上插的 还算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设计吧 可惜并没有什么瞄准镜的涂装呀什么的都是没有的 然后盾牌方面我挺喜欢的这个盾牌 有浓浓的重炮高达EW的及时感 同时瞄准镜倒是有涂装的 只不过这边可以看出来 我瞄准镜上面涂装有点重奖 然后同时产品配件还附属了 两个一个火焰特效 两个子弹特效件 还有两个喷射特效件 这个喷射特效件还是我第一次看见 可能是这次新规的 喷射特效件的话 需要把后面的喷口给拔掉 然后插上三个洞 然后同时喷射特效件在背后的喷口 也是能装上去的 预留的空间 只不过就没有那么多喷射特效件了 要全插满的话得三个 但是只给了产品 只给了两个喷射特效件 可动性肯定是Robot的魂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问题是在讲可动性之前 我要讲两点很影响把玩的要素 首先是盾牌比较松 一碰就掉 但这还是可以容忍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后面的背包 基本上就是刚录视频的时候 大家一看我没用力就弹飞了 非常的松 也当然也不排除是我个力的重点 但是我感觉它这个结构 就是靠塑料的韧性卡住 注定是不够牢靠的 首先是头部 跟拼装的掀开你的头盖骨 来调整毒眼不一样 它这个是通过下面的那个来调整毒眼的 只不过可动范围也不算特别大吧 这时候我的长指甲就派上用场了 大概也就是这黑色的框以内吧 然后头部的话 因为这个胸甲比较特别嘛 我感觉受到的阻碍还是比较大的 像虽然左右是什么的 但是这一左右你看这个就很怪 所以说基本上低头的话幅度 你看就被限制住了 如果你想抬头的话 那可动性还是可以 然后胸甲的话有 有一段外拉关节 然后可以往外拉 这也是罗伯的魂常规配上的 你看背包又掉了 然后平转90度没问题 上台 这个关节也是不太牢 不知道是不是筋也有这个毛病 超过90度就会自动脱出 然后曲肘 曲肘是自然是罗伯的魂 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腰上 上腰上台 低腰 侧摆都是相当好的 转腰那自然也是没压力 然后腿部的话 上台 很高 后仰也可以 侧摆也 侧摆没超过90度 然后接地性的话 我目前看还是也是挺好的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亮点 也没有让我什么特别失望的地方 总的来说还是跟Anime 大多数魂线产品一样 中规中矩的素质 如果喜欢克鲁泽 或者喜欢西谷的话 还是推荐购入的 如果不是质霸档 还是五感 那这款并没有什么特别能让你购入的要素 个人觉得 好 我是飞加里斯 关注我可以看到全网最快最速的手办模型评测 我们下期再见